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很多时候我们经常使用这些人工的类液 很多时候滴进去 其实每个五分钟十分钟左右 大部分的人工类液 其实都会经由类管离开眼睛 所以如果出现一些眼干症状 而水的效果不佳 其实有一个方法就是 可以考虑用一些我们叫做类管塞 类管塞顾名思义就是 将类管倒塞 希望我们自己分泌的眼水 和滴进去的人做类水 可以停留在眼睛内 增加滋润的效果 通常这些类管塞有两种 一种是会溶的 像一个棒状一样 整支都放入类管内 一般三至六个月左右 便会慢慢自己溶化 而另一种简单来说 就不会溶化 就像一个瓶室 放入类管口 而只需要它不会困掉 其实类管塞的效果便会持久 所以如果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眼干 而滴进去的药水也不行 便可以考虑这些类管塞治疗 如果类管塞的效果都不佳 其实作为进一步的治疗 可以有一些特效药水 有一些特别针对严重眼干的消炎药水 可以舒缓眼干导致的不息 另外也有一些口服药 也可以改善眼干的情况 不过要留意 刚才提过 除了因为水尘不足 而导致眼干之外 其实如果有些眼干症状 最好也是找回眼科医生 检查清楚 除了眼黏的油脂线 有没有出现油脂失痕 眼皮炎的问题 因为如果问题出自在眼周边的眼皮炎 而导致眼干 其实就要针对处理眼皮炎的问题 进一步改善眼干的症状 所以如果是眼皮炎 不只是滴药水 变成效果就不太理想了 所以另外环境因素方面 如果眼干严重 平时用电脑方面要留意一下 可以定时滴下适量的人做淚水 以及用得差不多可以让眼睛休息一下 可以阻止眼睛 或者提醒自己多眨眼睛 来增加淚水的滋润 另外环境因素 避免一些长时间到来在冷气地方 当风的地方 亦都可以部分改善眼光的情况 另外坊间亦有一些加湿器 適当使用一些加湿器 增加周边环境的湿度 亦都可以有效改善眼光的情况 好 说到这里 希望大家对眼光症有更深入的了解 以及知道如何改善不洗澡的眼光肝